一个表现 EDE阵容的优势在于一波的一个爆发 爆发能力太强了 跟近身能力 肉搏能力 而Vicon他的阵容的优势在于一个扣格跟拉打能力 因为他有船长跟左翼两个核心 然后他的防御被压下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其实他的主要打一个控制的坚确 变点燃了 必须的闪现 很漂亮 直接打了一波 这个库鲁血线直接下到了四分之一 下的也是急忙交出闪现 是的 而且他打下路啊 自己带了个点燃 这一波 哈如过来 是想跃的 这个位置 但是后面的左翼站的这个位置就在一个 有了有了有了 闪现二连就有了 一闪到 二连到 漂亮 一闪到 还是给卡莎拿了一个一血 关键点是在于左翼这个点已经基本上在中间期不会有声音了 这个对于EDG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他为了限制Skout 他第一场有点打虚了 他为了限制Skout把自己 来了 这一波夹击还有黄子的EQ伞 啊 一个人失误了 这波调到就有了 可惜了 应该 杀不掉杀不掉 这波应该 应该没有意义啊 换个大吧 换个大吧 这一个杀就杀不掉了 因为EQ伞 但是 哦呦 搞得好 幸好EQ伞的志愿没过来 甚至最容易不过 现在摆 来了 就还是要动下落 就有闪 九筒有闪 还想动那个Curo 但是Curo这波是有秒表的 这一波过来 知道你在里面 是不是准备上了 但是没有视野 放眼 好了 先杀补助 先杀补助 先杀补助也是很好的 哎呦 这边大招给交出来了 Oh my god 这个大招没 哎 这就是九筒那个大招改完 加了个动画效果以后的一个影响啊 之前是B炸过来的 其实这一波 所以其实前期的两波节奏点还蛮影响的 很影响 因为他是一个不断叠加的 如果说前期那个成功了 你就会看到 他可以一二再再二三的做这件事情 现在EDG帅先 这一波抓得很漂亮 因为 抓到中路回家 双人路回家的一个机会 这波火龙应该久了 漂亮 很舒服 这个节奏今天总算抓下来了 但是上路的塔怎么办 这个时候黄子 因为黄子刚才血残了要回家 他回家补装了以后 他的TP既不能交塔也不能交下 只能强行再走回来 这样的话上塔很吃亏 上塔 血量已经是见底了 这边强行拆了 转进来嘛 A刀拆掉 这边黄子很虚啊 因为他这边没视野 对方视野上半步不轻了 EQ只能往后溜了 EQ拉开距离OK的OK的OK 哎呦又睡到了 睡了一下 砸一下丢 哎呦有点痛了 这左翼发育也起来了呀 左翼在旁边 左翼断的一个位置非常不错 开大招 这边还有机会 炸回来 炸回来 有了没 有一个苗苗躲掉了艾伯的进场 两边的产单都是交起了自己的TP 要赶来战场 查一下 炸掉炸掉炸掉 瑞也直接过来 船长过来 这边要等一下Skot Skot的等着机会 盖一下 但Skot的这边 这个框一点进不去啊 艾伯那边秀一下 这一波Skot进来以后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力量狂烂的机会了 这个真的接不动 这个是真的接不动 这一波接得太勉强了 哎勉强 索伊拖了太长的时间 主要Skot的 一直在那边等机会 但是没有人能配合他击飞了 霞没找到他 霞没找到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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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险 这本地石头人 本地石头人 实际上他选的火炮 给他带来加成是很不够的 火炮感应该是最垃圾的 对那天 我一下跟我们讲的很久 哎哎哎 这一波有没有机会 三四楼最随着 这个位置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因为没有 没有一个好的视野 现在视野是被对方牢牢站住 但是伊地一开始逼一下中路的兵线 而且在这种狭小的地方打的话 船长一个大招下来 你不能扛这硬来的 把对方逼过去 这一波的话伊地的 他的装备是可以打的 抗衔开 抗衔蓝 L1Q没中 这边Iber的输入环境不好 残血了 解锋的控制给他来 可以 有机会 终于等到了这一波 这个艾米的橱装果然给机会了 他的苗苗也没有按出来 这个侠是白痴的 大招闪现 全在侠的身上 这一波艾米的输出位置长得很好 正面的困战 就像刚才说的 所有的控制全部打出来之后 伊地基这个阵容 还是打出了他们在中期该有的优势 跟小组赛一样 逮住了艾米给的机会 这里要交TP了 漂亮 这个TP低掉了 这个TP不交就没了 断不了 还好 还好 这一波瑞的思路很清晰 对 这一波没死 这里交完TP赶紧往中路走 也不回家补血 因为他很 他有点担心自己中路的队友直接被开 对 很OK 因为这一场火龙的中路战 这一条 这一个要打的 这个要打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 对 对 这边打得很快 太快了 没办法 不要小心对方的一个反开 我们还九口 就能再找机会 对面直接是撤了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是两件输出装 但他很容易死 他在霞这个装备面前死的会很快 对 他直接做了个板架 打起来 打起来 速度有点快 有点快 落在前面应该是要来断的 卡莎卡莎卡莎 从上面进来 伊丁军选择的方向还可以 卡莎要没了 哇 把兵先运营过来拿远古龙 这个是最担心的 他们这波墙上高地的话会给机会 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 没有能开团的角色站在前面 伊丁军选择的思想很明确啊 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我就运营两路的兵线 卡莎我 有机会 霞打起来 在这边大招拉了一下 DCB没有被击分 然后炸一下 结果卡莎进来 但是卡莎里面很难被秒了 金神开起来 这波团队对方的阵性更好 卡莎阵亡了 那这样的话 落台起来的皇子 没了没了没了 这波小秒霞 但是霞有水银了 有水银有闪 有闪现有大招 应该是一波了 现在这样来看 有大龙Muff 有大龙Muff 应该是一波了 很可惜啊这一局 这是要妨碍你回城的 这个就是追到 你不能回城为止 这波确实给了一个机会 但是开到了一个 保命能力太强的霞 而且卡莎进场以后 你们发现 艾菲卡的阵型 拉扯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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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菲卡也很明白 只要保证这个霞 在场上的话 他们的输出就不缺 慢慢的点你 那这样的话 我们恭喜艾菲卡 是赢下了天王山之战